Ready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黎 喜歡日本動漫畫遊戲的玩家 相信一定對萬代南夢宮這家公司 一點都不陌生吧 像是火影忍者啊 齊龍珠等等一打票的遊戲 都是由他們推出的喔 現在呢 萬代南夢宮這家公司 在台灣也已經十年了 我們一起來祝他們生日快樂吧 喜歡TVGame的玩家 一定對萬代南夢宮這家公司不陌生 因為目前許多的經典遊戲 像是火影忍者 齊龍珠 航海王 超級機器人的大戰 鐵拳 時空幻境等等遊戲 都是出自該公司之手 而萬代南夢宮 其實在台灣耕耘已經十年囉 早期唯英寶格公司 代理包含駭客任務 古墓奇兵 絕東城之夜等等經典遊戲 後來 避入萬代南夢宮旗下 更是大幅拓展遊戲版圖 除了有日本萬代公司的動漫化資源 以及南夢宮的眾多強檔遊戲 加上本身還有持續代理歐美遊戲 近年來更是積極進行遊戲中文化 萬代南夢宮在台灣市場 佔有超過半數的遊戲發行量 現見萬代南夢宮對台灣市場的影響力 現在他們在台灣耕耘十年囉 除了祝他們生日快樂 也希望萬代南夢宮繼續努力 為台灣玩家帶來更多的好遊戲 這才是大家的福氣啦 三國 三國 怎麼又是三國 對我這種歷史白痴來講 一聽到三國 頭就會痛啦 不過這款龍騰三國好像不一樣喔 它把三國的題材 加上三十六季的鬥志 要給玩家不一樣的新鮮感 到底是三十六季走圍上策 還是三十六季大呼過癮呢 我可要好好瞧瞧囉 滿天過海 借刀殺人 美人記 苦肉記 等等這些眾所熟悉的智謀故事 現在 中華網龍 將這些精彩絕妙的兵法故事 融入三國題材之中 推出最新的三國冒險例作 《龍騰三國 Online》 將於六月二十四日正式開展 有別於以往玩傳統三國RPG 遊戲類型的沉重負擔 嶄新的三國題材 加上融合了三十六季 讓玩家們輕鬆遊歷三國世界 遊戲中結合了特殊陣法 與無雙絕技 還有獨特的副武器系統 讓玩家擊戰過程 所向披靡大呼過癮 另外 中華網龍還有出謀策劃 就查你這一季的官網活動 爭求玩家獻出最具創意的第三十七季 還有機會贏得超夯個人雲端伺服器大獎喔 如果你是喜歡魔法風一會的玩家的話 那我應該要恭喜你啦 因為你已經花了大把的鈔票在買卡片上 不過這種卡片遊戲就是跟集遊一樣 只要一旦上映 就會沒有辦法自拔繼續給它買下去了 所以我想還是玩網路遊戲比較省錢吧 喜歡卡片遊戲的玩家 一定對發售已經超過十二年 全球超過六百萬玩家的奇幻式卡片遊戲 魔法風雲會不會太陌生 而在萬眾期待之下 魔法風雲會Online 以卡牌來呈現幻想世界的奇幻對決 玩家在這個奇幻世界裡 召喚生物來為你作戰 騎士與伴人馬和你一同對抗鬼怪和野蠻人 師舅帶著你遨遊天際 和妖精一起進行叢林探險 並且施放各種咒語 來讓敵人潰不成軍 而遊戲也會有貼心的 為沒接觸過的玩家增設新手教學 並且有許許多多模式 以及最讓玩家期待的線上對戰 大家知道地球很威脅 大快活火星吧 這一句台詞 是出自於哪一部電影的嗎 沒錯 就是格鬥足球 對 好像是少林足球耶 沒關係啦 反正呢 就是邊踢足球邊打架的遊戲嘛 看我的黃金右腳喔 由方面的歡樂派旗下開發團隊精心打造 顛覆傳統創意製作 格鬥足球Online 限量封測即日展開 格鬥足球Online 是款結合功夫格鬥與足球競技於一身的線上遊戲 在足球的比賽中 玩家能夠不受任何足球規則所局限 隨心所欲的打擊對手 即功夫與足球兩大元素完美融合 將格鬥遊戲的刺激快感 以及足球競技的緊張節奏一一呈現 遊戲中還設有不同門牌 百款獨特武功 以及足球技能與玩家自行搭配 培育出獨一無二的傳奇人物 而有關限量測試的申請方式 以及開放時間 將會陸續公布 想了解更多消息的玩家 請記得密切留意官方網站喔 阿娜呢 接下來要讓大家來猜一個遊戲 不好意思 我親一下喉嚨齁 追逐風 追逐太陽 在人生的大道上 OK嗎 知道是什麼遊戲嗎 沒錯 就是逐風者這一款遊戲啦 用唱歌來讓大家猜迷 我真是點子王啊 遊戲界新名《新世界》於日前宣布 取得可愛動作格鬥遊戲 逐風者《Stone Rider 台灣代理權》 並預計在今年暑假進行CP測試 由Golas Gate 研發的原奪寶王 在台灣結束代理後 仍然有許多的玩家念念不忘 因此新世界特別引進遊戲 而且進化重新更名為 珠峰者《Stone Rider》 並會盡快地與台灣玩家見面 遊戲中除了保有原汁原味的爽快聯機 與3D移動式動態地圖 更增加了刺激的PVP對戰場 以及大型國戰系統 喜愛大亂鬥的玩家 更是千萬不能錯過喔 自從Angry Bird這款手機遊戲爆紅之後 憤怒鳥跟豬頭仔從此就結下了梁子 但是憤怒鳥這麼紅 難道豬頭仔只有一隻被打的糞嗎 當然不行 這時候就一定要復仇 所以在這款遊戲 FLY IN PEGY裡面呢 就要上演豬頭仔復仇記 順便拿冠軍囉 誰說只有國外的手機遊戲才有人氣 在我們台灣的遊戲廠商也一樣受歡迎 國內大雨資訊推出首款自製的 iPad遊戲 FLY IN PEGY 上市三週即拿下台灣區APP Store四區排行榜的榜首 在全球一共拿下九個地區的第一名榜首 甚至獲得五顆星的滿分評價 人氣超夯的咧 FLY IN PEGY是以Q版粉紅小豬 瀑布為主角 每關一開始 用彈弓將瀑布彈射出去之後 可以利用iPad觸控功能 畫出線條形的雲朵 雲朵可以將瀑布再反彈回去 攻擊鳥族 經由玩家匯出各種形式的線條 再加上多點觸控的功能 即可變化出多角度及多變化的玩法